今年夏天最火的创造101可谓是让节目中的小姐姐们都圈粉无数 随之诞生出的女团火箭少女101更是时刻都能成为热点话题呢 而就在近期组合中的子宁小姐姐就现身机场 甜美的长相依然迷人一身造型也十分的吸睛呢 只见子宁上身衬衫搭配下身牛仔短裤 整体色系是浅色的非常清凉 符合夏天的感觉衬衫上红白相间的条纹设计简约又时尚 而衣领的下方还具有蝴蝶结创意元素点缀 带来了更多的甜美气质 下身的牛仔短裤是纯白色的 跟上身衬衫的色系搭配起来不会显得冲突 给人很舒适干净的感觉 还能看到牛仔短裤的末端是狗啃式的设计 为整体造型章显出了自己的鲜明个性 高腰款式的牛仔短裤 本来会被上身中长款的衬衫给掩盖住 但是子宁做了一个小细节非常到位 就是将衬衫的一半部分塞进了牛仔短裤中 别看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举动 但实际上却能让整个人的腰线从视觉上得到提高 再加上高腰牛仔短裤的加持 完全不会显得腿短了 反倒是双腿变得更为修长纤细 而且这么一穿看起来更充满了时尚感 看来子宁不光是人美生硬田 衣品也是相当的高呢 其实这种穿搭风格还是非常受到明星们的青睐的 就比如说 四千年才一遇的美女居静衣也有穿过哦 上身的衬衫同样也是红白相间的条纹设计 但这一身造型不仅是甜美的风格 更还带有一些小性感 可以看到衬衫上的纽扣是不规则的鞋式创意 衣领为V字形 显露出拘禁衣精致的锁骨 很是撩人 而下身选择了一条黑色长裤 与上身的浅色系形成了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性 款式是高腰的 所以即使是身形小巧的居静衣穿上去也会显得很高挑 159厘米都穿出了170厘米的既视感呢 高腰长裤裤腿 膝盖处的破洞创意元素为整体造型添加了时尚潮流感 再脚踩一双红色系带的黑色板鞋 休闲有活力 又能跟衬衫和长裤的色系相呼应 而且能发现居静衣也选择了将衬衫的一部分扎进了裤子里 来让自己显得更加高挑 果然一直紧随时尚的女明星们在穿搭这件事上都很下功夫 即使是再小的细节也要拿捏到 从而打造出最棒的形象来 子宁和居静衣同穿条纹衬衫 不仅身高和体重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 而且穿出来的感觉也是截然不同 子宁搭狗啃式短裤个性甜美的造型 非常适合夏天 像是邻家女孩 而居静衣的造型当然更多的也是表现出甜美可人的气质 但独特的衬衫设计也为她增添了一丝性感 仙气十足 小仙女们会pick子宁还是居静衣 你更喜欢她们之中哪种风格的穿搭呢